為什麼要去搶啊 是預謀犯案的嗎 有什麼糟糕嗎 面對媒體提問 嫌犯不乏抑鬱 頭低到不能再低 後方同夥還用外套遮住臉 因為這四名嫌犯 竟在光天化日下搶走巨款 全都遭到移送 只見被害人 澡盆辣澡水 身上留下大片紅色污漬 無奈開車去領嫌 卻遇上喪結 原來被害人二十三後下午 現在台北市南港一家銀行 領了五百萬元 隨後前往內湖刑案路 提領一百九十五萬 沒想到才剛離開 就在行中路上 被四名嫌犯攔下 雙方還意識爆發爭執 接著嫌犯拿出辣椒水 朝被害人猛噴 同時奪走後座的五百萬現金 投資夭夭 收生 但警方獲報循現追查 迅速在新北瑞芳臺二秉線 逮到四名嫌犯 都有詐欺 妨害自由等前科 他們攻稱跟被害人有財務糾紛 協調不成才會下手刑搶 讓整起搶案疑點重重 明明是被搶五百萬 卻聲稱皮夾掉了 受害人現信女子 先是提領大筆現金被搶 到派出所做筆錄 又堅持要等律師到場 才願意開口 讓警方懷疑 拒款來源不單純 沒有單純就是五百萬 是不是跟黑吃黑 或者是犯罪集團有關 那這部分我們有掌握 也持續朝這個方向來偵辦 不排除任何的可能 目前現信被害人車上 另外兩名男子 已經被送往士林地檢署 協助離行案情 搶案是否涉及詐騙或黑吃黑 警方還要持續追查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